嗨,大家好,我是切迪 我呢,现在又在这个麦当劳工作了一个多小时吧 把这个明天需要播出的视频 今天在麦当劳船了 就是在这个澳大利亚 哇,这旅行一个月 就感觉累就累在 一个是吃,一个是住,一个行 这三个都非常累 因为比较难 还有就是上传视频 这边的网络 你想住一个网络好一点的地儿 几乎是不可能 目前为止反正也没住过什么网络快的地方 也不能说是把把用那个手机流量上传 那谁也受不了这个费用 所以说呢,感谢这个麦当劳 他呢,每天是有一个小时的免费时间 所以说,我就一个小时上传成功两个 今天上传明天播 就这样子 哎呀,他不像别的国家 我可以有的时候 一下子上传三四个或者是四五个 这是发达国家 现在下午四点多钟 回家都四百多五百多 澳币 不是人民币 没法住啊 四五百一两千两三千的 然后呢,你就像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在地图上搜 Motel或者是Current Park 这样子自个去问 因为我们呢都会选择可能住一晚上吧 所以说你在那个Motel和Current Park上 那个他的那个官方网站呢 他就会说写的是最低预订两晚 所以说你就没办法在网上订 而且他都是那种到自个的那个网站上去订 不是说是一个集中的一个那种网站 所以在这边呢就是住就非常难 每天呢就是找住宿 吃饭呢 汉堡就汉堡 就这样子 而且还没有一个特别好吃的炸鸡 只有汉堡 还好呢我们自己做饭 是不是直走 好 然后行呢就靠窃了 余哥下去问一下 因为他有的时候 他上住宿 哇 网上是查不到的 就得现场过来找 就说我们在巴塞尔顿嘛 是不是 你看我今天入住 明天离开两位成人 你搜一下酒店 看到吗 只能搜出四家 看没有 这一家是510 580 410 406 我们就拿这个406的来说 等一下我去旁边那个看 好好好 行 估计这个也没可以 就这406这一家 总算是找了一间这个能住得起的 在这附近 附近大概 五六十公里 那也得去呀 没办法呀 他这个你看标准双床经验不退款 两位成人一张单床一张大伙双床 148欧币 您的订单已确认 我呢也支付了148欧币的防费 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 哎呀 先手机放这儿 然后继续出发 在这个城市住不下 住不起 太贵了 便宜的都是400多 贵的500多600多都有 怎么搞嘛 先往后倒一下 巴斯尔顿呢 住不起 只能再往北走55公里到这个 班伯利 就这样子找了一个最便宜的住宿 148欧币 这和人民币700 这这已经是在这 我能在这方圆 真正是50来公里以内 走到一个最便宜的住宿 能住得起的 就是其他的你就不要考虑了 所以说你们有打算 反正到澳大利亚来自驾游的 真的要有个荷包上的心理准备啊 我现在已经是想开了 反正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我太穷 但凡卡里有个千二八百万 我也就定那个400块钱的了 真的好难找住宿啊 前边班伯利 就叫班伯利 为了住一个酒店 方圆百里 50公里嘛 不就方圆百里 是吧 哥 我们方圆百里找了一个最便宜的 人民币700 你说他们找谁说礼去 这就是澳大利亚 就为了睡一觉 不至于流落街头 方圆百里 最便宜 人民币70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班伯利 已经到了 距离我订的那个酒店还有600米 这城市也不错啊 也是在海边 过一会晚上还可以到海边来溜达溜达 澳大利亚小地方都是没有红绿灯的啊 就是靠转盘 应该就是就这就这就这 这也是一家汽车旅馆 哇搞得很好啊 对啊 挺漂亮的是 挺漂亮的啊 而且你这个咱们是楼上还是楼下的 这就不知道了 如果是楼上的话 可能就在走廊那边 没事没事 先去办check in 这住宿真的是好紧张呀 车都挺满了 估计今天也是满园 我们在这排队check in 2nd floor 啊 yes ok so you have a ground floor and a 1st floor ok ok you're here at the moment re section where are you parked 啊 i have a car how can I park in parking where where are you parked at the moment are you parked to stay at the front i park outside are you happy to leave your car there yeah because you can walk 对啊 他就说 他就说的 我可以听到这后边 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门 有个密码 密码是85警 这样的 澳大利亚住宿好处就是 他给你给一个信息单子 这有阳台吗 这还不错吧 这个 有阳台 有阳台吗 有阳台的话就好啊 我们可以 在阳台上可以 是吧 吃点这个小火锅 哎大哥 绝对可以 这避风吧 这也避风 刚好还是没有 刚好还是这种露天的 风也不大 对啊 你看 坐在这位置 然后看一个那个 鱼哥呢 去超市买菜 我在这休息会儿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跟我们一起旅行的小伙伴啊 看到这蜘蛛网了吗 我从这个阿德莱德那边出发 差不多 这里边就钻了一只蜘蛛 他呢 每天心情的接网 我也不去破坏 有的时候呢 我不是车开着吗 就有一些小虫子 一些藏蝇什么的 就粘在那了 我就不碰 他可能过段时间呢 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藏蝇就没了 可能就被 那里头那个蜘蛛就吃掉了 这也很有意思了 他都跟我好几千公里露了 买到了 菜肉 都买了是吧 都有 那个绿叶子菜有吗 有啊 有啊 绿叶子菜买了一斤 然后 牛肉买了一斤 然后葱买了一斤 够了够了 然后蘑菇买了半斤 这么多 家里边还有 家里边还有洋葱 有 呃 虾 还有这个 一些羊肉啊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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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啊 美美的搓一顿啊 对 对 那我们去海 你说我们哪边 哪个海边去看洛日 就走往那个大道走 好 好了到了 刚好海边 就专门观赏 洛日的这个车位 这设计的真的是不错 刚好呢 赶上 西澳大利亚的洛日 哎呀 昨天是没看上 前天看了一下 但前天那人太多了 也没怎么到这个海边去溜达 今天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吧 是吧 这个沙滩感觉有种 沉包了的感觉 这边的浪好大哟 好漂亮啊 再见了 今天我要回去吃火锅了 这儿呢 这儿呢 是酒店给的WiFi密码啊 我已经是电脑上连接的是这个酒店的WiFi 可以看一下 在这儿啊 在这儿啊 你们就知道我每天上传视频 为了正常的不断更有多痛苦了 就比如说我需要传这个 这个 1214这个 你们看吧 9个小时 9个小时 7个小时 等一会儿 就知道具体多久了 上传一个视频就差不多4 5个小时 就这还不一定 为什么呢 这只是个估值 他有的时候走着走着以后 就像这样情况 0.08 0.09 他卡住了 他就不动了 就这个网络 你看又变成了7个小时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一晚上就传一个 哎呀 痛苦的要命 你知道吧 只能是找麦当劳 或者是用我的流量 我你看 10个小时 11个小时一个 就没法搞 这个这个网络 哎呀 这就是发达国家呀 准备吃火锅 嘿嘿 刚在阳台 嗯 准备了一下 起的菜 这是牛肉 这是火锅底料 各个阶段都得拍 哈哈哈哈 拍一堂 好 哎 我就继续下了啊 好的好的 还有就是虾仁 昨天准备是烧烤的 最后发现肉太多了 根本就吃不完 别放太多了 没事没事 好 好 可以吧 我帮你打个打个光 好 打个光 谢谢 好 好 很好 一 二 二 二 一 冻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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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尝一下 味道还是可以的 这料汁也是比较正宗的 虾仁 虾仁烫几秒钟就熟了 我刚吃了一个熟的 是吗 嗯 尝尝啊 嗯 我们两个只要有机会 大家就做饭 做饭就火是就层层的提高 你要不做饭的话 中午就只能找到汉堡 只能找到汉堡啊 嗯 我看我要找个夏日 大哥要不再下点蘑菇 嗯 可以 嗯 直接拿手抓 抓了一大半过来 这蘑菇其实烫起来真的蛮好吃的 OK OK 好 帅一帅 再寻宝一下 上一匹的肉 夹出来 这个冬天啊 来上一锅 热气腾腾的火锅 我为什么说冬天呢 因为这里真的好冷 晚上 哎呀 这个青菜好了 这个青菜要是在煮的话 我估计够呛 就浪了 先来加点青菜 再来点肉 快 快加 蘑菇 肉 虾仁 哎呦 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啊 你们要真的来澳大利亚旅行 最好租车 或者买车 或者租房车 最好也学我一下 你看我们天天都能吃好的 火锅炒菜 什么都有的 哎呀 你想你 你要是真的是中午吃的汉堡 晚上再吃一顿汉堡 你真的着不住 哇 这个青菜好吃 我明天还要去中国超市 再采购一点面条 采购点佐料 因为接下来我要是北上 绕到 有中国人近一点的地方 应该是在布里斯班那边了 差不多就是 七八千公里以后 差不多 特别远 我估摸要 估摸着要一个月以后才能到那 因为我期间我还要去别的地方玩 我还要去 大宝礁那边潜水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在报导 呼喚